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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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性的谈话 邀请到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 大家好 好 在我左手边权位分析知名作家吴祥辉大哥 大家好 首都一直到台中 包括在台南选情 邀请到他 他现在民调领先请的第一名 赢得初选 真的可以赢得最后的选举吗 来欢迎黄卫哲 小学好 大家好 当然 国民党了 国民党 众人要抢的是首都 国民党的大战略 东租信 吴敦义 他敢莫的小妈 来 邀请到国民党的文庄安德副主委 正式伟大哥来到我们现场 大家好 稍后还有关键来宾 交入我们讨论 首先让你来看 在今天下午三点钟 这是两场非常关键性的记者会 我们先从总统府的发言人黄重燕 在下午公布 整个国安团队的人事异动 所召开的记者会 有外交国防两岸 这都是总统的职权 来看这个大现场 有关总统府 国家安全会议相关人事的异动 在总统府部分 我们现任总统府秘书长吴昭燮 即将接任外交部长 我们新任的秘书长 将令我安排 在人选确定之前 会由副秘书长刘建新来代理 国家安全会议部分 那么现任的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严德发 将要接任国防部长一职 新任的秘书长 那么由外交部长李大为接任 国家安全会议的咨询委员 林良荣咨询委员 将要转任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主任委员 同时我们也特聘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的 金融管理研究所所长 前云林县财政局局长陈锦记先生 来担任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 在国家安全局的部分 国家安全局政务副局长郭崇信 即将在三月中旬卸任 的确由海基会秘书长柯承亨来接任 那么以上相关人员的资历跟背景 我也简单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有关国安会秘书长李大为 那么李部长政务经验非常完整 表现也非常卓注 我想多年来 无论在哪一个政党执政 李部长都担任重要的外交工作 我们始终也认为外交官 是国家的外交官 外交工作的考量是国家利益 而不是一档一海 好 我先请教石翁教授 从昨天晚上我相信对媒体来讲 这是个重大的挑战 三立市所有媒体当中第一时间所掌握 包括外交 国防跟国安会秘书长 包括了劳动部长的去职 尤其是在今天第一时间掌握 陆委会主委确定由陈明通来担任 我相信你跟陈明通主委也非常亮手 来 我们先来看 这样的国安团队全面的大洗牌 到底为什么 来 汪老师怎么看 我想很清楚地 从国防外交跟两岸的人事的布局来看的话 这是蔡英文总统的一个 国安战略思考的一个调整 基本上类似所谓的 其中战略思考的调整 因为这三个人事的调整 都涉及到对美 对中国 还有对日本 这整体的战略思考来看 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 连贯性的一个作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一步 那么我们要觉到说 这个2016年的5月20号 当蔡总统上台之后 那么他强调两岸外交国防都要维持现状 那么要所谓的亲美 那么要合中 要有日 然后一直拘泥在所谓的九二共识 要不要接受的一个思考点 所以这两年来 基本上整个国安战略思考 就是维持现状 就是不希望两岸有一些变化出现 那么也希望能够跟美国更加亲近 交往 那在这种过程当中 这两年的观察觉得 我觉得从一个国安战略思考来看的话 势必要有所调整 所以我是觉得 从维持现状走向稳中求进 主动出击 那么超之在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也是在于说 因为从2046年以来 那么不仅是两岸的领导人发生变化 我们这个民进党参与总统就职 那么美国新上任的这个川普总统上来之后 也掀起整个全球的一个国际战略的调整 所以目前整个国际态势 如果从全球亚太跟两岸的角度来看的话 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影响到 目前蔡英文总统 为什么要调整这样一个国安战略思维 在全球方面 因为整个2016年以来 整个全球陷入所谓的三后的时代 就是所谓的后真相 后秩序跟后西方的时代 那么后西方就是中国崛起 中国力量强大 透过一带一路 影响到全球的战略发展 中国又拥抱全球化 中国又加强军事的改革 所以中国力量强大之后 美国也在思考 那么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去年有一个国安战略报告 还有一个国情志文报告 还有一个核武态势战略报告 又加上所谓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都已经很清楚地点名 中国跟俄罗斯是未来美国的敌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 美国都推出所谓的印太战略 所谓印度派西非和川普这种概念 那么这样的印太战略 基本上就是要联合日本 澳洲 美国 跟印度来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 来约制中国大陆 那么在中国当中比较 那么台湾面临这样的亚太战略变迹当中 台湾必须要有更清楚的一个定位 如何来参与国际社会 如何来扶持国际的和平发展 那么当然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 在两岸关系方面 那么从2016到现在 两岸之间的来往都没有正式的管道 那么基本上都看到中国大陆对台 一直推动所谓的单一的会台措施 那么在这样做的当中 如果两岸在一直激励在于 九二公司有无的警告底下的话 那么两岸关系很难有进步的发展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当我们整体的国安团队做调整 那么又是吴昭燮当代外交部长 那么陈平通当代入委会主委 是 陈平通入委会主委 那么国防部长远德发担任 那么这三位基本上都是家庭救手 都是老手 那么以严德发为例的话 那么他担任过很多的职位 也很清楚 那么从陆军司令到参谋统长 到国防卫兵部长 基本上历练得非常完整 又加上他是一个非常懂得救灾抢灾 是 发发风灾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一方面是国军未来的一个战略目标 不仅在建军备战 也在参与军事外交 参与全球的这个非常安全的 这个相关事务的一个协助 在这种过程当中 那么严德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背景的话 那么某种程度是足以因应 这样的未来的一个新的国军的 任命的挑战的思考 那么我们从外交部长 这个吴大谢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他担任过这个陆委会的主委 驻美代表 又担任过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 是 是 总统府的这个国会秘书长 所以这样一个资历 某种程度是很清楚地显现出来说 那么未来对美外交 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旗帜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的台美军事交流的升级 未来对美国的军事采购的部分 或是未来两边这个高阶护房 那么吴大谢可能非常耽误这样的任务 那么我强调 虽然我们非常强调对美关系 但是我们也并没有忘掉 对中国的关系 所以我们请这个陈明通 这个陆合议的前副主委主委又出来 那么他也担任过这个台大国防守的所长 那么这个从2000年到2008年之间 担任过这个职务很清楚 对 没错 那么另外很重要的就是 那么他对两岸涉台人事也非常清楚 两岸涉台人事很清楚 对 中国对台的 或是这个中国对台涉台人事 不管以前的这个社科院台影所 或是中国台胞协议会 或是相关的智库 所以摩朗之杜 他在去年也曾经去过中国大陆一趟 摩朗之杜 他去年代理的一群学者 对 到北京去 北京一趟 那个时候沃朗老师您人在现场吗 没有 我觉得重要的是因为 他是非常熟悉两岸关系 那么他也有他一道一道想法 那么在这个陈泉本总统任内 那么两岸关系的小三通 那么相关的这个两岸的交流突破 都有在发展 所以我觉得由他再来担任这个陆会的主委 基本上也让中国大陆很清楚了解到说 对两岸关系我们是非常重视的 曾经当中过这么重要的职务又回来 那表示说我们希望能够把两岸关系 做进一步的突破 所以外交要突破 两岸要建立稳定 国安要发展 这整个都是一个国安的一个层次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那又加上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 是由这个外交部长李大卫来出任 那么某种程度显现出来说 这个未来 那么中华民国的一个涉外事务 有一个国际空间的参与 那么透过美国的协调 那么可能这个国安会 也必须要进行交流的协调 所以总之来看的话 这整个的国安外交两岸的 一个人事布局的角度来看的话 显示出来说 这个蔡英文总统重整这个国安团队 让他能够做一个有机的整合 因为未来对美对中对日 都必须要两岸外交国防相互进行 那这样才能够配合完整 所以在这种的话底下 这某种程度会让中国道路很伤脑 因为中国道路可能要到三月份的对台 人士才会提定 那么未来可能面临 熟悉两岸关系 熟悉国际事务的 熟悉外交事务 跟熟悉国王事务的 台湾的这样一个人士来运作的话 那他必须要重新思考 未来两岸关系怎么进行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里程碑之外 杨老师 2018看起来才刚刚进入 在农历新年的开始 对台湾来讲 是个非常严厉的考验 来 杨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变动 从小英执政到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大概你会发觉到 其实内政 其实已逐渐稳定下来 在财经的成果上 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不论是经济成长 或者是失业率的下降 或者是股票 或者是这一个整体的 这个财富分配 也就是贫富不均的问题 大概都获得初步的解决 也就是内政上有一定的成绩 可是在外交上 在对外上来讲 中美关系 中日关系 基本上是维持的 一直朝向好的方向来改善关系的 在国际上 这些大国常常为我们发言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可是独独有一个缺憾 这个缺憾让台湾 不论是国内政敌 或者是国内外 大概都认为是 小英现在最大的遗憾 虽然她已经 视尽善意 可是两岸关系 仍然一直维持不了现状 什么叫维持不了现状 就是中国显然不买账 中国对于小英 一再强调不挑衅 示出所有的善意 希望能够双方沟通 能够对于 即便非常技术性的503 能够技术性谈判 可是中国都完全不领情 因此中国两岸问题这一块 就变成了小英 现在施政以来最大的一块一个洞 那这个洞是不是要透过外交人 从外交人来加以处理 各位晓得 由外交来寻求进一步突破 没有错 或者由外交人才来寻求进一步的处理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看中国 恐怕也可以看出这个端倪 现在中国处理台湾的几个重要人物 包括可能会新任的台办主任刘洁一 刘洁一 是 原来的台办主义回到外交体系的王毅啦 等等等等人 大概都是外交人才 国际关系专业 也就是中国也准备 透过外交来处理台湾问题 这恐怕是台湾现在 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局面 所以我观察 这一次的改组 恐怕跟这个大局面有关 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因应 中国在这方面的布局 显然它是准备透过外交的手段 而且主战场在国际上 来打两岸的仗 让台湾屈欺 台湾恐怕不能不应战 也不能不回应这个需要 最近梵蒂冬 是 经文他这一个有可能因为主教的问题 而改善跟中国的关系 对 恐怕是一个静音 也就是国际局势恐怕越来越险峻 既然越来越险峻的关键点也就是 而且时间点就在下个月 因为传出教宗同意中泛主教任命协议 下个月之后签署所谓的意大利 米兰宛邮报所做的报道 我们是欧洲唯一一个邦交国的范蒂冈 已经跟中国到目前为止说达成共识 即将在下个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 没有错 也就是过去 小姨一直在处理中国问题上 一直非常低调 所谓绝对不挑衅 尽量释出善意 尝试透过民间的管道去沟通 能够获得对话 全部被封杀了 也就是用白话文讲 委屈完全没有求权 得不到任何善意的回应 因此必须要重新另起炉灶 透过外交仗来打这场两岸的仗 所以恐怕这次的改组 我估计跟这样子的一个大局面有关 当然这些人 按照刚才翁兄的分析 应该是非常合适的 因为在外交领域选手 又了解两岸关系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一次的改组 应该是给其中小英的政权 有一个加一把劲 希望未来这两年能够进入到 比较顺利的对外关系 好 国防军事权威特别邀请到 郑敬文总编辑来到我们现场 在我们发言之前 在我们现场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立法委员 来韦哲兄 这样的一个人事的一个安排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在整个过程当中 吴昭谢 他因为他资历实在是太丰富了 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曾经担任过国安会的秘书长 民进党时期的驻美代表 他现任是总统府的秘书长 有人说他如果要出任外交部长 早就当了 那很显然 他事实上他挥洒的空间是非常大 所以一度才希望 原来的陆委会主委张晓月 有没有可能来出任外交部长 可是首选还是以他为主 但是他第一时间的确他是犹豫的 那在其实在我们的录影的同时 事实上在所谓的张晓月50% 或甚至他50% 他51%张晓月49% 双方面都还在折冲当中 你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发布 其实这里头包括了退辅会主委 那李祥宙说另有重用 所以在现在目前为止 原来的退辅会主委李祥宙 那他在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 邱国正前参谋总长 要扛下立法院要登场的 军人改革方案 来 这样的一个面向 来 韦哲兄你怎么看 邱国正主委之前看到了 是有一个网络上一个照片 他退休之后 他跟他太太两个人搭捷运 搭捷运 搭捷运 然后就是他管着太太的手 然后那个 网络上那个照片的 评语是说 人生走到最后还是太太陪着你 即便是手握 这个上将退伍的 这个退伍的这个邱国正 到最后他还是搭捷运 可见邱国正 这个人让人感觉是自奉甚俭 不会说退休 大鱼大肉 他还是过得非常简朴的生活 这点他的官生是不错的 那另外陈明通的部分 是 陆委会主委 陈明通的部分都很 他的过去 从过去陈水扁当总统 他当了将近四五年 五六年的副主委 副主委 没错 然后这个后来当几个月的主委 你可以看到这个陈明通 从见证的从四部一没有 到积极开放有效管理 到最后变成积极管理有效开放 到最后两岸一变一国 事实上整个的 这个对中国的政策 事实上陈明通 看到了整个的起伏跟改变 所以陈明通 他除了在两岸之间的学界 还有食物界 人脉非常充沛之外 他也知道这个政策的拿捏分寸 你觉得他可以化解现在的僵局吗 有创新突破吗 有没有办法 有点陈明通在中国的军方的那边 还是没有特别的这个比较险目 险要的这个关系 但他的确在私交上 或在私下的关系上 或其他的二轨上 也许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他去年能够去到中国房 你看去年的氛围是怎么样 全面封杀 对啊 成功能够过去 日子前往中国 可他依然还可以成功登陆 对 我相信是学界的人脉 跟食物界的人脉 OK 当然今年碰到中国 这个中国他这个十九大改变之后 他可能对台政策也有所改变 所以陈明通 他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人 但他是不是因为他的上任 会隐含着说 整个小英的政策 对中国政策也有所改变 这里是有的观察 如果说 表示说过去说 我维持现状 事情善意 你都不理的话 那我就可能要改变 即便要改变 陈明通还是 因为他过去见证了太多的政策改变 他改变 他是这个弹性非常足 另外一个 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吴钊燮 吴钊燮是目前为止 民党里面的 当然是这个国安 国安整个政策的王牌 他在国安体系当过秘书长 在总统府当过秘书长 当过党的秘书长 然后过去当过这个 他叫吴李培叫什么 阿杰吧 阿杰嘛 算是唐淑嘛 当过驻美代表 然后这个现在出任外交部长 虽然固然从这个院长级的秘书长 国安会秘书长跟总统秘书长级 这个来当这个外交部长 他是现任的总统府秘书长 可是却是从二线到一线 OK 所以这个外交关系 对美关系的经营 他我觉得是有点有 尤其刚刚提到 他跟小英总统 跟陈明彤 三个人这个铁三角的 工作默契实质 都不需要猜 不需要猜说 这个总统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 是是 都没有沟通是无障碍的 所以我觉得他美方的 我呼应刚刚姚老师 他对这个吴钊燮对美的关系 或者将来 过去这个在陈粹扁时期 中共要对台湾 中国要对台湾施压 他不必职业 他就叫美国 小布希跟台湾怎样 因为小布希是历来 对台湾最友善的 美国总统 可是呢 现在美国也体会到了 中共已经崛起 然后他对台湾 不仅是对台湾 对美国的亚太政策 甚至对美国的国安政策 影响很大 所以说不用 这个 不用说台湾 要说要跟要求跟美国怎样 美国自己的国安人士 他们已经有很高的警觉 最后 其实川普总统 他这个对国安外交 或是对于一些 这个整个大战略 他比较没兴趣 所以他女儿伊凡卡去韩国 主要是做生意来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川普总统 他可能还是 除非他个人 有个人的商业利益 或者他家族的商业利益 要不然他应该是对国安 国安团队 美国 虽然好不容易 国安团队才一个补食 他对国安团队 总统个人没有特殊的偏好 他对国安团队 事实上我们 我们跟 那些国安团队 跟台湾是有很关系 来 非常关键 薛瑞福去出任 助理国防部长 这是一个名证 来 薛瑞福的出任 是一个关键 伟仁兄 一针见血 提到非常多 关键性的地方 你知道 如果以台美 不管是政府 对政府 台美的民意机关 对民意机关 这是从来没有的 紧密关系 那也有人说 在今年更是我们武器升级的 关键性时刻 为什么 为什么国防部长 会由一个空军 转向了陆军 来接下国防部长 为什么 在中国 可能在新的一年当中 对台湾会有新的氛围吗 CSIS提出最新的报告了 中国将台湾内海化 甚至包围台湾的情势 甚至制造新的航路 是不是即将要登场 怎么看这个局势的变化 来休息片刻 回到新台湾加油 观众朋友 三立在率先独家掌握 在蔡英文总统的国安团队 全面大洗牌 包括了内阁团队 在全面异动的过程当中 究竟为什么 一度在外交部 曾经有两匹黑马 那吴钊燮到最后为什么出任 张晓月从陆委会 完成阶段性任务之后 另有重用 他有没有可能转进 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呢 其实国际局势 在分分秒秒巨变当中 相信蔡英文总统 在过去两年 交出外交 包括在国防方面 非常亮丽的成绩 也就是说 扣分真的不多 可是呢 CSIS 我们告诉观众朋友 最新的报告 中国偷袭台湾 暗杀美国领导人吗 这是我们看到 显著所被挑出来的 媒体的标题 因为美国智库 罗列的18种的突发状况 包括了美国智库战略 与国际研究中心 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 CSIS最新的报告里头 他举出了大国竞争时代 这18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形 其中呢 一个情形 中美在台湾与南韩 最有可能发生冲突 中国可能抢在台湾 宣布独立之前 采取突袭行动 共军会在不袭击 太平洋美军之下呢 在台湾的周遭建立 反介入跟区域来拒止 至于美方呢 将没有办法来反击 所以呢 很多台湾学者 提出了许多的警告 这份报告当中 等于为最近蔡英文总统提到 不排除呢 中国武统的可能性的说法 进行背书 这样的一个论述 也早上出现在 在我跟汪明显老师的讨论的 氛围里头 汪老师也提出 相同的一个观点 同时呢 这个报告 CSIS报告当中 也增强民进党对台湾内部 持续渲染 敌视中国 情绪的一个筹码 好 所以呢 当这些人事 一一公布的同时 我们看到 3月1号 如无意外 国台办主任 中国将是由张志军 卸下职务之后 国台办的副主任刘洁一 可能会接下他主任的职务 至于呢 上海市的台办主任李文辉 非常巧合 昨天他来台的申请 遭到驳回了 到底为什么 人家说 好 他好像走到旁边 一个星期来几个星期 甚至 上海有一个来宾说 好 他知道 他要坐在柯文泽的办公室的面对面 难道台北市政府 设了一个李文辉的办公室吗 吃辣 是不可能 但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消息提出来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梁文杰来到的现场 首都大战 从整个人事的大班峰 三立独家所掌握的内幕 峰回路转 我们仔细来分析的同时呢 小英的铺排战略里头 我们告诉观众朋友 蔡英文总统 十分关心 双北的最新选情 事实上 从过年到现在 没有停歇 但是呢 首都的变化 等一下 梁文杰会告诉我们 几个关键性的问题 等一下 我们要请教她 首都台中跟台南的基站 关键人 除了像是梁文杰之外呢 黄伟哲 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民进党跟柯文哲 还能够合作吗 台南杀得这样 刀刀剑骨 真的吗 初选结束之后 还能够整合吗 那台北的部分 新北的部分 到底什么时候亮牌 站关键看买稍贪 难道是民进党 最高的战略吗 国民党现在 很多人在想 要选台北市 对于国民党来讲 现在是笑话 还是说当初是讨论梦来修 人人好像有希望 但是个个没把握 好 今天呢 世伪大哥等一下 帮我们做分析 先来看 在今天下午三点钟 连续两场 非常关键性的记者会 这个记者会 大家都了解 要向大家来说明一下 有关内阁局部改组的一些讯息 让大家来了解 那我就先把今天内阁改组的 我们五位首长 向大家做一个说明 外交部长李大为另有任用 部长一职由总统府秘书长 胡钊燮接任 国防部长冯世宽 另有任用 部长一职由国安会秘书长 袁德发接任 劳动部长林美珠 基于健康因素请辞卸任 部长一职由高雄市副市长 许明春接任 入委会主委张晓月 另有任用 主委一职由台大国发所教授 陈明通接任 退伍会主委李祥咒 另有任用 移缺由前参谋总长 邱国正接任 那另外 要特别说明的是有关 陆委会新任的主委陈明通 他因为戒掉的程序 以及授课的安排 所以在三月中旬才会就任 那主委这一职在他就任之前 由政务副主委 首席政务副主委林正义站带 那其余的交接时间定在2月26日 那在这里院长也特别感谢 我们离开职位的这五位首长 对他们的辛劳 特别表达感谢的意思 那在这里感谢这五位首长的辛劳 那尤其是劳务部长林美朱林部长 他因为身体因素 大家也知道他身体为何 那希望能够很快的调养好身体 好五个人士在发布的过程当中 透过了行政院跟总统府 我请教祥慧大哥 我们如果仔细看 好这是第一个 OK来第二个 第三个在这里 国安会秘书长 好这里头牵涉到在整个 有外交跟国防的部分 第四位那就是陈明通了 陈明通这是确定的 好确定的部分 第五位劳动部长 那林美朱因为身体不适之后 确定由高雄是现任了 高雄副市长许明春来出任 五个当中严格说起来 那个只动了一个 来怎么看 为什么 真的只需要动一个就好了 来怎么看 这个是一个令人 觉得很开心的一个调整 对个人我想不去做太多的 公介郎 赫介郎拜 从他整个这个盘局 我讲三件事情 这个布局他呼应到三件事情 一个是我举 纪州岛 韩国纪州岛的海军基地 从2006年开始建设 2016年完成 它是2006年开始建设 之前是花了多少的时间 完成内部的程序了 所以光光开始动念要来干 纪州岛的海军基地 花了超过20年的时间 这个过程 韩国人怎么样的反抗 怎么样的抗争 是自杀了几个人 可是该干还是要干 国家安全 美韩联盟的利益高过一切 那怎么办 真话又不能讲 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 美 下午时机最好对不对 日韩联盟 为了对付中国 OK 我现在讲的是20年前 已经在开始启动的事 可是你对外要怎么讲 这就是利用韩国人 这种对日本有一点仇恨 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为了要跟日本 就是维持一个军事 这样的那个 意义是这样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OK 2016年他已经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一个亚太再平衡这样的一个东西 甚至说从以前的战略伙伴变成竞争 伙伴 或者说竞争 现在变成敌手的这样一个概念 他都不是突然之间 哪一个人突发奇想 那就去变过来 因为他毕竟不同于一个局部的面证 他是一个国家的 是一个国安的 那是外交的 甚至你牵扯到美国 那是全球性 国际的战略体系也是这样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刚刚讲到韩国 好 那你美国你要怎么保护台湾 你跟台湾没有关系 所以要保护台湾的部队 还在日本 所以过去美国美军的这个 在西大平洋的联席 最早谁会被邀请上去 你知道吗 都是台独联盟主席 会被邀请登舰 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系列 来到了川普这个时代 就是跟你抢堵了 我都准备好了 我已经准备二十三年了 超好歧了 好歧了 一来半就没人死了 这是在国际战略上 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同样的像过去 我们也没说 我们要发展国防 为什么我现在敢讲了 因为就是要摊牌了 美国说你就可以跟他说 美国叫你不能说你敢说 因为不管是外交还是国防 还是你还是要靠美国帮忙 所以我们现在发展这个自主国防 就是说经过了过去的二十年的一个准备 已经准备正式要翻牌了 这是从国际上来讲 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 这个信息里头 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所以未来的台湾的走向会是怎样呢 我记得我2006年出版的那一本 非常畅销的《芬蘭经验》里头 我就写到其中 我记得我最重要的在写的就是外交跟国防 未来就像我跟现在年轻人讲 我们这一代是拼民主是拼民权 你们这一代是拼国权 你要拼国权 重点就是决胜于外交 所以美国对中国很简单 我就是军事贺子 后代你做你来 我现在最新的航空空港我迎来了 我就已经听到这一代 那代就是要保护台湾的 那代就是美韓日台 共同的一个东西 美国人做台是很油漏的 那个标准作业程序你想一想 现在要发布去当澳洲大使的 在那个以前的特别洋舰队的司令 哪里人 越义的 越义的 人家什么东西都考虑到 美国人在做一件事情 不是轻轻拆拆 他们各行各领域的学者那种研究 美国人 你台湾人还了解台湾啊 你不要否认啊 你不要不相信啊 是 ok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 这样一个人事布局 我们看到的吴钊燮 站上这样一个位置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 很勇敢的条件 是 ok 那再回归到我们的内政来讲 内政 来 小卫大哥你等一下 内政的部分我相信 你是很有感触的 我先依许你所提到 外交国防的这一块 尤其军事的这一块 来我想请教的是 乃继闻总编辑 因为我们提到五个当中 事实上有四个都牵涉到 蔡英文总统的职权 我想请教这一位 大鹏部长冯世宽 今天总统府的记者会说 他另有重用 那媒体所报导的是 空军官校正48起的他呢 要调到的是 国防安全研究院董事长 那说这个单位 这是爆派的 爆派的 那今天到目前为止 总统府没有承认 没有否认 我想请教的是 由他是空军的一个部长 国防部长 转到现在 言德发 国安会 原来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很显然 这是蔡英文上来之后 非常重用的一个军人背景 国安会秘书长 他是国防部历经过2013年 这是马英九执政时代 2013年 2013年马英九执政时代里头 你看到国防部的副部长 陆军司令 警戒陆军司令 接下来呢 再隔一年呢 陆军参谋长 登任陆军第八军团的指挥官 八八封三 还扮演一个指挥官 非常重要的角色 从抠军到陆军 到底传达出什么讯息 现在也被认为 台北关系在军售方面 非常紧密的时刻 甚至也是武器提升的 关键性时刻 这样的人事安排 来 总编辑怎么看 我认为 冯司冠已经完整 他阶段性的任务 比如政党轮替的时候 当时担心军方 其实军心不稳 那冯司冠又因为 以前工作的关系 和绿营 其实有一定良好的关系 因此他作为国防部长 确实达到了 计定稳定军心 而且推展民进党 当时在野所强调 一些国防自主发展方面 一计划都铺陈 比如说我们的了解 他是空军 像空军这个高教级 这个部分进行得很顺利 其实已经有消息指出 今年六月一号 第一架飞机要开始组装 因此这个计划是走得 很顺利的 那其他像这个中科院 计定的像飞弹升级 这个新的飞弹计划 也第一次展开 国舰国道更不用说 连海巡署的船也是 陆续要发包 所以国防自主这个部分 冯士宽部长在任内 其实已经做好 很好的铺陈 相关计划都稳定下去做 那接下来就是 未来国防部 他未来工作的重点 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募兵制如何去给他生化 如何解决现场 马上要面对全面性的 募兵制的挑战 对 另外就是 如何抓好部队的训练 这个部分我认为是 未来很关键 而且美方很多讯息都指出 他们期待国军能在 人员这稳定上 还有抓这个 落实这个训练上 能够更进一步强化 而言德发过去的资历 我必须说 他在做事这个部分 他是中规中矩的 中规中矩 有人说他好像 与这些灾难 好像很有缘分 事实上以他过去的 实力确实如此 比如1999年的时候 当时他是 十军团底下 三七三旅的一个 少将旅长 九亿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正好在搞演习 住房在外地 第一时间就参与了救灾 当时的军团司令 是后来的国防部长 高华祝 他们有这样的关系 从那次表现 他就受到陈锋的肯定 比如汤耀明等等 一些他的长官 就适时地提拔他 但总体来讲 延德发在过去 没有很明显的派系 也因此没有与人结怨 也因此他在军众一个特色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做好自己的工作 然后受到这个长官的赏识 一路一路上来 那这个八八风灾 2019年八八风灾 他也正巧 是当时住房南部 十军团的司令 由于灾区就在他的 这个军团管辖范围里面 也因此那次整个救灾活动 也获得军界 政界 特别马英九团队 很高的肯定 也因此后续拔着他 当陆军司令 参谋总长 乃至于后来的国安会 秘书长等等 我认为他过去一些 国安会秘书长 是由小英总统 来拔着让他胜任的 他的做事的表现 只是不分蓝绿 这受到大家的肯定 也因此这次赋予他一个重任 就是未来如何在落实至稳定 因为年改而引发的 所谓军心不稳 这些年轻人 因为环境的改变 可能参军的意愿不高 他如何通过肯做事 默默耕耘这种以往的做事风格 在这个部分能够达到政府 期待他好的表现 我认为正考验他过去做事的能力 你说整个timing上 2018是一个武器提升 非常关键性的时刻 那冯路仙的 冯士官的路线 严德发能够跟随吗 我认为这个部分 整个军售 非常关键性的时刻 我认为这个部分绝对是有延续性的 有可能延续性之后 我们在未来的一年两年 蔡英文总统在卸任第一任任期 有没有可能 一般认为 具体的成绩 是应该可以看到的 我认为可以看到 第一个就是高教机 这个蔡英文第一任 那一任内 这个飞机绝对可以出得来 第二个就是一些飞弹升级 另外 袁德发由于他是陆军出身 特别装甲 对于陆军目前很多装备老旧 未来如何强化 我认为他这个任内 他可能在这个部分 会举出更好的成绩 比如目前M60战车升级 云豹甲车的生产 还有我们各种火炮 陆军要思考这种远程攻击的 这种多管火箭 或者炮兵飞弹这个部分 我认为在他的任内 在这个部分 应该会缴出一些不错的成绩 也就是 借由这些陆军武器装备的强化 在我们的防卫固守 重臣嚇阻这个部分 陆军透过装备的现代化 在这部分能够展现 什么样的角色 我认为 这是他在部长任内 必须要在陆军加码 投资新装备 会展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当然这些许多作为 有赖于美国 可能提供技术 提供一些帮助 也因此对美良好 目前的一些军事关系 我认为在这个里面 在伴有一个非常核心 关键的因素 好 这个 从严德发的出任 一直到我们看到 退辅会主委 三月份登场的年改 都是他们势必要迎战的 第一个考题 那我想请文杰的分析之前 我提供一个就是说 今天总统府 因为紧接着行政院 召开记者会之后 不到十分钟 总统府的发言人 黄崇燕马上召开记者会 那公布的人事里头 事实上我们看到 有一位 有一位新的人事当中 黄崇燕用了极大的篇幅 去介绍他的背景 叫做林良荣 那黄崇燕非常大的背景 去详细介绍林良荣 林良荣曾经历任过检察官 律师 还有国家安全会议咨询委员 他说他多年来去协助 政府办理很多 国际经贸的谈判事务 你也知道 国际经贸的谈判事务 一向是过去 蔡英文总统在陆委会主委 非常擅长 那在国际的谈判事务 那这一次林良荣呢 他担任国安会咨询委员期间 也参与了APEC的相关的工作 担任这个团队的重要成员 有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今天公布他出任什么 北美事务协调会的主委 去持续去协调 社外的经贸事宜 他年纪非常轻 他是58年次 58年次出生 1969年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跟东吴大学法学硕士 台大法律系毕业 那历任有台北 桃园云林地检署的检察官 还有呢 最高法院检察署 拉法业军购案的 特别调查小组的检察官 他的一个背景非常特殊 包括经济部的经贸谈判办公室的 法律顾问 WTO 法律咨询中心律师 还有国安会的咨询委员等等 来 这是我特别去描述 这位的一个背景 事实上跟蔡英文总统 很多的背景是互相重叠的 那蔡英文总统这一次 又把他陆委会 过去的老部署 陈明通 把他找回来 担任陆委会的职务 来 这些人士的铺排 来 文杰怎么看 我觉得挺有趣的啦 就是说 以前那个 因为国安会秘书长 其实是高过 高过外交部长 或是国防部长 你说国安会秘书长 对 所以对李大为来说 他是高深 但是对严德发来讲 从国安会秘书长 变成国防部长 好像降了一格 而且对吴钊燮 吴钊燮也当过国安会秘书长 那他现在又就变成是 好像降了一格 那很有趣 这三个 这三个 伦友当国安会秘书长 他先当 他转进总统府之后 严德发去接 国安会秘书长 那他当了国安会秘书长之后 他现在去当国防部长 那换李大为去接 国安会秘书长 因为以前我们的概念是说 国安会秘书长 就是负责全局 然后反正有事情 他就会找外交部 国防部各部会去开会 大概是这样子 那现在也许是 也许他们三位谁 可能他们也互相不计较吧 是不是说这个 也不在乎升不升官 就是反正就是 所以李大为是升官啊 李大为算是升官 但是如果你从传统的观念来看 一线推二线 这个吴钊燮跟严德发 就变成降值了 降值了 对 但是他们现在 真正的预算权 预算跟这个人事权 是在部里面 马一九十在最后一任的 国安会秘书长是谁 金普聪 好像是金普聪 没有很大很深的印象 没有很深的印象 那所以也许这三位 他们就是 反正就只要有 就战斗位置就好了 所以也不会去计较这些 那我倒是蛮惊讶 邱国正当推辅会 推辅会主 很惊讶 我蛮惊讶的 因为我前两天才看到一个消息 说他是和那个八百壮事 就是在那个立法院前面八百壮事 他们为了三月份立法院要开议 然后八百壮事又开餐会 找洪秀柱 然后找邱国正去 陈正香也去这样子 脸书上面都有贴出照片 那如果说邱国正 这个是两天前的事情 那邱国正两天前 他知不知道他要做退辅会主委 如果你作为退辅会主委 你接下来就是要推动 这个军人年金的改革 那个业务主要还是在退辅会 不是在国防部 那你作为退辅会主委 你去参加八百壮事的餐会 还跟洪秀柱在一起 这从绿营的角度来讲 看看是怪怪的 是是是怪怪的 那所以当然也许邱国正 今天我制作人 我说邱国正前参谋总长 我制作人心美跟我说 这个人非常有故事性 最近才刚刚跟一些 矚目的人物一起吃饭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洪秀柱 对不对 对对 OK 那也许他是为了完成任务吧 因为跟这些人套套交情 也许是这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他必须要把这个 接下来反正就是三月份的这个东西 他必须要做好 那不能辜负所托 那我觉得 他其实最有趣的就是今天有传出来这个说 陈菊 陈菊市长要接秘书长 是 你跟菊吗 你是曾经担任过他的办公室 对 我曾经担任高雄市政府的市政顾问 市政顾问 市政顾问 就是有几职的 是是是 对 你觉得可能吗 应该 你可能提早离开高雄市长的职务 去接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吗 你觉得可能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你看原来 原来其实一直都传是灵溪药 说要接秘书长 是 那想不到今天没有宣布 没有宣布 没有宣布 那文杰你等一下 那我们听听看你过去的这个 这个 习日的 一个不习日 今天也是同志了 来 听听看陈菊 他的最新反应是什么 他承认了吗 他要接下总统府秘书长职务 来看大现场 今天平民媒体有说 您即将接掌这个总统府秘书长 没有这个讨论 没有这个事好吗 哎呀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心我 好 谢谢 不要急着替我找工作好吗 所以您会做到任期结束 没有 12年的市长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不是没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是那个总统府有争取您的意见吗 哎没有 我就说还没有讨论 那个文杰 花花这样讲 大家不要急着找工作 是怎么已经答应了 真的吗 跟真的 不知道 他也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但是今天 看起来秘书长这个位置 好像 似乎还在 好像在等他 在等他 因为如果是林喜耀 照我们原来想的是林喜耀的话 今天就已经公布了 林喜耀现在是选队会召集人 选队会召集人 选取这么重要事务 找一个召集人 然后现在来挣钱换将 有可能 所以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当然 年里的旋转 选战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以 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说 似乎靠 也许总统府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似乎靠 赖清德一个人去辅选 还不够 还要再找 把花妈从高雄 调上来 然后 去做总统府 逼属长 去打选战 四处可以去 总统府秘书长 是一个很灵活的位置 四处扶选 可以四处去 而且 而且其实 那在高雄市长 不能四处扶选 这个 还牵涉到 有一些其他的扑局 还牵涉到其他一些扑局 是这样子 来来 林老师 你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